现在白货公司为了方便带小朋友逛街的父母亲都会规定说要设置像是哺乳室或者是育婴室 不过有民众则是向中天新闻来投诉说 一家被北市卫生局认证为优良哺乳室的白货公司 饮水机的使用方法却是标示不清 让他们家的小朋友不胜二度烫伤了 但是业者却只愿意赔偿第一次的看诊费 因为他们认为这饮水机的使用方法是尝试 一看到才一岁十个月的小儿子包着纱布的小手 姐妈妈很难过 因为她万万没想到白货公司的育婴室竟然害小孩烫伤 我们以为手一直按住水会流出来 然后手离开之后那个水就会停止 可是没想到它一直流 一两秒时间差要再去按一下把它停止的时候 小朋友手就是已经伸过去 所以又造成烫伤了 原来当时姐妈妈要帮小朋友冲奶粉喝 一般饮水机是要一直按热水键 水才会一直出 不过这间白货等饮水机是按一下 热水就会一直出水 小朋友的手不小心伸进去被烫伤 姐妈妈心疼又心急 事后跟白货业者反应 明明这么危险的热水 为何没有使用说明警告标示 他们公关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也是说 我们是觉得一般大众就会这样 知道怎么使用这台饮水机了 毕竟那个是我的小朋友自己把手伸向热水的 然后他觉得那不是他的舒适 业者不愿赔偿全部医疗费用 还说使用说明的警告标示一直都在 况且育婴室是自注视 似乎认为父母应该自行负责 但记者实际走访另外两家分店 饮水机上根本没有同样的警告标示 不同分店出水方式也不一样 还推说是消费者没尝试 更不断强调是北市政府卫生局认证的 优良哺乳士 态度恶劣 难道要等到下个小朋友受伤 业者才肯全面改进吗 政府似乎更应该全面检验 以防意外再度发生 中期新闻曾建勋路易台北採访报道